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中国不断打压台湾,外交处境浅劲,外交部长吴钊谢今天对此表示,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使承认九二共事一种原则,外交情势也没有轻松过。 吴钊谢今天列席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报告并被寻民进党立委罗智正直询时提出,近期包括客委会附魔里希斯遭中国阻挠瑞典税务局更改我国民与范蒂冈中国对话进展等等外交情势都牵动我国外交情势,询问吴钊谢如何看待这些变动。 吴钊谢则回应表示,中国打压一直存在,相信大家都知道,即使承认九二共事一种原则,外交情势也没有轻松过。 吴钊谢并说,在这么费力的情形之下,外交部和所有国人做好准备面对这些,也肯定外交部同仁非常卖力推动外交工作。 吴钊谢提到,例如政府与民间正在推动的世卫大会和参与案,这些做法值得我们表彰,表现出即使进不去会场,也在场外安排很多双边会谈,让其他国家感受到我们投入这个议题心理。 罗智正询问今年受邀几率高不高,吴钊谢坦言不容乐观。 至于我国的二十个邦交国是否稳固? 吴钊谢则说,虽然有些国家要花一些时间努力,不过大致维持相当稳定,短期之内不至于断交。 外界瞩目的总统出访一事,吴钊谢则说元首外交是重要。 一环外交部每年的做好出访规划唯一由总统府宣布。